据新中国成立十周年大庆 只有三个月时 原总参给中央领导人送上一份报告 上半年 RB-57B高空侦察机 18次进入大陆侦察 两次飞临北京上空 这意味着北京的军队部署 经济发展 甚至十周年大庆的准备情况 都放在了美国决策者的办公桌上 根据成军副司令员的指示 张伯华和空军作战部副部长运前程 加紧在北京周围选择阵地 根据作战预案 123营被放在了飞机最有可能来的东南方向 此时 正值1959年的夏天 离十周年大庆只剩两个月了 9月初 再离十周年大庆不到一个月的一个夜晚 五个营新中国地空导弹的全部家底 悄悄地进入了各自的阵地 为了应付各种可能的空中入侵 空军以首都为核心 还布置了一个包括尖击机 高射炮的力量航空 北京城外543部队官兵几乎绷紧了每一根神经 导弹放在发射架上 随时准备发射 英指挥所里 值班参谋一步不离地守在电话机旁 东南沿海的警戒雷达搜索着每一寸可疑的天空 直到10月6日 RB57D仍旧没来 各营接到通知 国庆战备期结束 一些家在北京的干部已经离队休假 出人意料 10月7日这一天 RB57D高空侦察机却突然来了 过南京后 RB57D飞升到19500米高空 然后途经徐州 济南 直飞北京 沿途航空兵部队战斗机不断起飞拦截 但都达不到攻击高度 RB57D高空侦察机飞过山东时 地空导弹营指挥所 先后进入一等战斗准备 正向北京方向飞行 如同一等 明白 你到一国的沧县 花转航 让你精进攻入 小二级飞来了 我说我又下面 我二级 二级飞在下面的地基 上级指示 降 敌机可能从正南东南方向入侵 我机125公里外退出战斗 命令我营坚决消灭敌机 明白 此时此刻 二营营长岳振华端坐在指挥车里 六十多年后 回忆起这第一次导弹攻击时 他说完全按照苏军教令打 打开制导雷达天线 很快就找到了RB57D 操作手们小心地将制导雷达 对准目标 好 是很平稳 我看着信号很好 然后 到100公里时 导弹接架 六发导弹接电准备 电防准备 接收 接通通布 发一下通布 接通通布 通布 行 12点04分 RB57D逼近北京 进入了发射导弹的最佳距离 决定性的时刻 就要到来了 他听到通布 所以我们的武器 走的索色 就更紧张了 拖着信任老师给拽了 一通布就敲下了 下不就像下发射令了 三点法 导弹三发 间隔六秒 28公里 相比目标 按123波道顺序发射 三点法 三发 间隔六秒 28公里 相比目标 波道顺序 123 发射 一波道发射 二营指挥所 无线电源 景海波 是第一次经历导弹发射 此时 他的心 在砰砰的跳 到了发射区来 他听见一句话 发射 当时我们在上前楼 剪个六秒 六秒钟以后 又起来 六秒钟 又起来 我们那个 之后说的 是个胆长 他催的 那个肥沙周 相当劲 秋风依旧 然而 当导弹跨越苍穹 奔向目标时 世界防空时 刚刚经历了一个转折点 地对空导弹 第一次在实战中 打下了飞机 这是国产新型 120毫米车载迫击炮 首次和制导排弹 进行适配实验 我国自主研发的 新型外贸制导排弹 是一种以微电子 光电技术为核心 以自动化技术为基础的 智能弹药 它可以按一定规律 调整弹丸的飞行轨迹 修正火炮的射击误差 实现精准打击 有了这种制导排弹 新型车载迫击炮 可以说是如虎添翼 不仅能够实现 火力覆盖打击 还具备了外科手术式的 精准打击能力 这里就是弹着点 新型外贸制导排弹 越过了掩体 打在了整个目标范围的 偏后部 并没有像 持鸟武器炮弹那样 遭遇掩体的正面 这也体现了 排气炮独特的 驱射性能 而在飞行过程中 新型制导排弹的脉冲火箭 几次对弹道进行了修正 75厘米 根据现场实测的数据 弹着点距离瞄准中心 仅75厘米 这是国产120毫米 车载迫击炮 和外贸制导排弹的搭配 产生出惊人的毁伤能力 防空作战 可以分为要地防空 和野战防空 红旗二号 本身更加适合要地防空 也就是对一个固定的重要目标 进行空中保护 但是当年的防空导弹部队 事实上是拉着这80多台车的庞大队伍 在广阔的国土上长途跋涉 去寻找伏击敌人的机会 这也让我国的防空导弹研制人员想到 能不能研发一种轻巧的防空导弹系统 能够跟着野战部队行进 能跋山射水 来防御更加复杂的空中威胁 在这样的背景下 我国的第二代防空导弹系统 红旗七号应运而生了 这台红旗七号防空导弹发射车的模型 就放在中山院士的桌上 它就是当年这款防空导弹的总设计师 那时它的任务不仅仅是让防空导弹系统 动起来 跑起来 还要应对越来越多的低空超低空来袭的目标 要实现跨带发展 就要在技术上实现全面突破 野战条件下遇到的空中目标 往往突然性很强 速度更快 威胁更大 要打掉这样的目标 首要的就是要把导弹的制导精度全面提升 中山院士带领团队找到了导弹打击空中目标的四大关键阶段 并对每一个阶段的关键技术进行了突破 第一个你首先要出制导 一定要用什么红外光学来控制它的方向 第二段的中制导 中制导里头我们要用地面轮打来跟踪制导它 第三段就是磨断 磨断的我们的导弹上头的控制系统 就是瞄准导弹怎么走向目标 最后的关键 那个大的目标 导弹头里头有隐性 有战斗部 那个命中目标 所以这四段是它的关键难点 研制进行到关键时期 中山院士和团队却遇到了一个棘手的问题 整套按照打击低空超低空目标设计的导弹系统 却无法验证它的打击能力 原因就是当时我国没有能够模拟足够实验条件的靶机 一般的靶弹它都到一千米以上 要把一千米的导弹改造到几十米一百米内 专门四到五年时间 它具备这个能力才能开得那么低 就在几十年前 中山院士就是在这样的靶场上 迎来了红旗七号的大考 这一次他们赢得的是一场完胜 也想最后五发五动 各种导弹都是各种方向让它跑 怎么跑都跑不了 从那以后 红旗七号成为我国低空防御的中坚力量 也作为军工人的一件利作多次走上国庆阅兵的装备防阵 在导弹家族中 防空导弹经过多代技术的发展 已经实现了防空和战术反导的融合 可对付的目标从传统的作战飞机 向战术弹道导弹 巡航导弹 以及各种气动目标方向发展 目前 先进的防空导弹系统 已经具备反进程弹道导弹的能力 第一代主要是打高空飞机 第二代主要还是飞机型的目标 第三代它可以是拦截巡航导弹 空地导弹 一个战车制导四发导弹 就同时可以发射射打四个目标 原来二代的一个车 只能制导一发导弹 只能打一个目标 从作战能力上讲 它已经相当于五辆车的能力了 现在第二代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 一项绝密工程启动 时期在艰辛探索 中国第一枚潜射弹道导弹 深海雷霆出击 中国拥有了可靠的二次核打击能力 四十一年前 中国第一代潜射导弹巨浪一号 首次水下发射成功 中国军工人如何勇闯技术无人区 护国重器的诞生 又经历了多少坎坷呢 作为我国自行研制的 中程弹道式战略导弹 巨浪一号可在常规弹头或核弹头 具有隐蔽突然攻击力强的特点 曾经是我国重要的海基战略威慑力量 长城200号艇 则停泊在舰均在舰均战区的港湾中 为了能够容纳巨大的导弹 它的围壳体型巨大 在各种舰均里非常鲜艳 1982年10月 正是他们从深海中发出震撼世界的雷霆 我国首次在水下成功发射运载火箭 成为世界上第五个拥有 水下二次核反击能力的国家 这是一个多么激动人心的时刻 经过十几年的艰苦努力 拼搏奋斗 克服了种种的困难险阻 我们终于成功了 中国成功了 中华民族成功了 1960年 世界上第一枚前射弹道导弹发射成功 前地导弹与核潜艇的完美组合 大大提升了一个国家的二次核打击能力 而前射弹道导弹的核心技术之一 就是固体火箭发动机技术 固体导弹的推进机 它是事先固化在燃烧室当中的 它不需要单独的弹上的出箱 和气瓶燃料的输通系统 所以它的结构比较简单 固体推进机的笔冲 比液体推进机要低 但是它的密度大 所以它的容积比重高 就在同样运载能力的条件下 固体导弹的体积小 它便于在像车辆 飞机 舰艇 这些可移动的载具上装备发射 所以对于核潜艇来说 它更是一个不可或缺的武器装备 这个潜力导弹就是不管在中国 在欧洲 在美国和苏联 都是作为绝密的武器进行研制 很少能建筑外面的一些报道和技术的泄露 固体发动机的研制过程不仅艰难 而且充满了难以控制的危险 当固体发动机发动时 喷口的火焰温度将超过3000摄氏度 此时喷管材质的选择成了首要难题 为此 科研人员通过长时间的攻关 终于研制出了一种特殊的复合材料 可以持续承受3000多摄氏度的高温 可体技术的解决 让固体发动机终于进入了试验阶段 动力问题攻关如火如毒之时 在其他地方 科研人员正在攻克 导弹精量化技术难关 不同于陆基发射的战略导弹 前射弹道导弹 想要实现真正的二次核打击 必须先能装入潜艇 这就要求它的体积 必须明显小于当时主要的陆基弹道导弹 但是恰恰因为这个小 使巨浪一号所有的技术 再次面临挑战 材料 结构 控制 动力 工艺 多个方向与领域的课题与子项目 在同步进行攻关 1975年 巨浪一号设计工作宣告完成 1980年 首批产品完成了组装 1982年10月7号 巨浪一号迎来首飞 如果试射成功 它将成为我国在国防科研尖短领域的 六级重大突破 三 两 标 然而 导弹出水后不久 素态竟失稳 发射失败了 全体参事人员顶住巨大压力 发现问题的根源竟然是一个小小的插头 所有不正确的信号 最后都归结到机间部分控制系统的一个插头上 没有分离指令 也没有机间的分离力 不敢分离的机间连接插头 突然分离了 只能是飞行中震动 将分离插头震开了 虽然看起来不是大问题 但是临时生产新插头已经来不及了 现在就要和时间再跑 必须想出最快的解决办法 最后就定了 把这个插头加固 然后把这个结合面 也用胶给它粘住 然后就是要求 粘的时候 不然它自动会掉下来 但是要分离的时候 等于不会因为你粘机过度 粘得太牢了 这分离反而也分不开来了 1982年10月12号 在第一次试射失败五天后 巨浪一号的第二次试射 在所有人的忐忑不安中 再次进入倒计时 新闻突然会对于水平 自巨浪一号水下发射成功之后 中国航天事业已取得长足进步 我国航天与导弹技术研发 和装备制造能力显著提升 支撑了一系列国之重器的诞生 由巨浪一号开创的中国固体火箭与导弹事业 派生出了大量明星产品 已经实现了核长兼备战略导弹战术导弹齐全 有力巩托了我国国防与国民经济建设